今天跟大家讲究讲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回答我们佛友的问题 小丫头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护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萨 感恩十凡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们 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和佛友们感恩大家 弟子代表香港共修主 乡下 香港 香港共修主 提问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生和百千亿化身 这个怎么理解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观世音菩萨说的是千手千眼 这是个比方 很难以数字来计算的 所以佛陀当年经常说 我们说的无量无边 没有量没有边的 对不对呀 如恒河沙树 我问你印度那个恒河 你随便这个沙在海边那种沙 你说这个数量能计算吗 对不对呀 所以观世音菩萨生出百千万亿的 他手和眼都能救我们 所以你想想想看一千个手一千个眼能救得了全世界这么多嘛 明白了吗 意思就是拥有无量无边的法力来救度众生 第二个问题 魂魂魄不全是通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还是不分年龄呢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魂魄不全还是脑子出问题了呢 我正在看你是脑子出问题还是魂魄不全 是这样的 一个人呢 魂魄不全呢 就是我们说思维分散 听得懂吗 思维分散不集中 比方说你问他什么 是吗 好像反应很慢 对不对呀 实际上你去看 一个人如果真的傻傻的人 他一定也有魂魄不全的因素在里面 你去看神经病都有魂魄不全 所以你问他什么 不知道 明白了吗 所以师父跟你讲什么话 你要很快回答 如果你晚一点的话 好的 我没讲啊 我看你们很有智慧 笑别人很有智慧 自己有时候魂魄不全都不知道 对不对呀 然后魂魄不全 然后不叫魂会有什么后果 就一直魂魄不全 你不把魂魄叫回来 你不念经 你被灵性长期地占据着你的身心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可能魂魄全呢 我问你很多人去找通灵人 最后被鬼在身上 天天讲胡说 讲了很多很多怪话 你说这个人 如果你不叫魂 然后不去念经的话 超度他 你说灵性不走 他怎么会魂魄全呢 对不对呀 对 然后时间久了 魂魄就 他不会自动回来的吗 看样子 他要好好念念心经了 听得懂吗 你要记住啊 像灰尘一样 在你心中拥有了灰尘 尘埃 障碍 他不会跑掉的 你要去 任何身上的病也是这样 他不会自己好的 他这个病有了 他一定会延续下去 只是你在某一方面 做功德了 做善事了 他慢慢慢慢地功大于过 对不对呀 然后过还在 只不过那是过去的过 越来越小 功德越来越大 明白吗 因为菩萨都不能动因果 所以果还是在 但是你不停地做功德 你就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去做任何新业 新的恶业 所以你的过就会越来越小 功就会如宝山 功德宝山 这么大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很多灵性在人的身上 都是因为恶缘 或是来讨债的 那么有没有来报恩的 或者是其他缘分所造的呢 请师父慈悲开始 鬼上生了 讲了不好听 叫鬼上生了 鬼上生基本上的 70%到80% 基本上都是来 要债的 来还债的有很少 明白了吗 但是你要想想看 有一个妈妈就是 常年的鬼在身上 鬼跟她很好 整天哭哭啼啼 我欠你的 我要帮你 怎么怎么 在她身上 能帮一个人怎么呢 人鬼情未了 像这个电影就是讲的这些 明白了吗 上辈子她欠你了 她变了鬼了 她再来还你 有的 但是你说 人跟鬼怎么生活 你天天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鬼在你身上 你不就变了 人不人 鬼不鬼了吗 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这些孩子很可爱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们 还有大家 好 感恩 尊敬的恩师台长晚上好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一切 三十出佛菩萨 和龙天护法 金刚菩萨 感恩 望我立他的师父 感恩前来助援的 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大家晚上好 法国共修组提问 如下两个问题 请恩师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有关功德 师父说过 我们不管学什么 善 全部都要归于功德 我们不管学什么法门 到最后 全部要归于佛法 师父也曾经回答 功德是很神圣的 灵性根本拿不到 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 我们学佛的功德 全在于行菩萨道 师父的菩萨行 普度有缘 教化众生 妙法圆容 帮助我们 启发我们身上 仅有的一点佛性 做佛事 救人救心 消业拔苦 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 为成就一切众生的道业 救度一切众生 倒架行辞 倒架辞行 对不起 陪众生过生生世世的人间生活 闻生救苦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我们如何才能 医治于师父 和观世音菩萨 做任何事情 都用声闻 圆觉 菩萨道和佛道 四圣道的心 去做 把人间所做的功德 转为出世功德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心 讲到底就是一个字 心 用心去做任何事情 做得善的 你就是功德 用佛心来做任何事情 就是功德 你今天发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发心好 你就有功德 发心不好 没有用菩萨的境界 和佛的境界来做任何事情 带有我执 对不对呀 你带有四项的话 我像人像 受者像 众生像 你一定不能成为功德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有关于广结善缘 请问师父 有原则性和重点性的 护持不失 是否也是广结善缘的 方式之一 弟子发愿 依止于师父 护持法门 护持师父成佛 佛能广度众生 也就间接地 与一切众生 结了善缘 毫无原则的护法 说法 红法 出钱 出力 很发心 而无自修 和依止 从表面上来看 的确是结了很多的善缘 但实际上 对人 对己 对道场 都没有做到 比较深入有力 或有效的帮助 是否本质就是在于修心不成之上 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 学佛人 不应该有这种 功高我慢心 去指责 学佛人 身上还没有学成 还不够圆融的 那些智慧 所以你今天刚才讲的 这些人就知道 出钱了 好像怎么 不好好修了 对不对 这个不应该的 学佛人应该包容别人 今天他能够 财不失 法不失 无谓不失 都要感恩他 都是一个学佛 进步的阶梯 所以在这种阶梯上 要好好的扶持他 帮助他 而不是去指责他 去唾弃他 人家今天肯做 任何只要对佛法 有利的事情 那他就是在精进当中 六波罗蜜当中 有精进波罗蜜 有人如波罗蜜 你能说哪一个波罗蜜 不是在精进修行 不是在修正 阿罗多罗三百三菩提 对不对呀 对 好好听师父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一切 我们法国共修会 一定会紧随师父 红发脚步 团结一心 好好听师父话 听得懂吗 还来 还来护持师父成佛呢 我听了怎么 感觉到 怪不得我最近 好像进步很大 原来是你在护持啊 对不起 继续讲呀 我们共修组一定 团结一心 我现在无我了 讲下去吧 广度有缘 广结善缘 让心灵法门之花 开满整个欧洲大地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感恩一切 这些孩子要好好教育的 对不对 学佛孩子 一定要好好教育 不能让他们走偏 多好的佛种 一定要让他们 好好地成长 不能让他们走偏 你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 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 感恩祝援的法师们 医工们 佛爷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代表墨尔本宫修组 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师父在白祸佛法 第八册里面讲 如果你们在弘法中 用的人间的东西太多了 你们会损失更多的东西 那就是佛性 请问师父 在弘法中度人时 我们要看人才说话 合作时 要依照个人的特点 扬长臂短 这些都要用到人间的东西 请问师父 这个度该怎么把握 才能用而不染 继而丧失佛性 请师父 这叫用智慧 用妙法来度人 你如果今天没有智慧 你度人 你会走偏差 有时候你说话 说了不如理不如法 或者有为佛法 那你一定会有业障 所以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 对不对呀 第一要自己有智慧 该讲的则讲 不该讲的不能讲 能讲的讲 不能讲的就不要讲 看他到什么境界 你才讲什么话 这就是你心里的度 你至少自己要有个度 你才能跟人家讲 这个度还包括一个度量 因为你今天去度他 不一定度得到 可能他还要讲一些 很难听的话 你要能够笑 能够接受他 你有这个度量 你才能度到他 感恩师父 第二个问题 在现实中 如果从因果上说 父母欠孩子的 孩子有时会有很多 无理要求出来 不满足 马上感觉恶缘增加 满足又觉得对孩子不利 该怎么做 请师父开始 如果他提的要求是合理的 要跟他好好地讲 讲完了满足他的要求 教育他 然后满足他的要求 和不教育 单独地给他和不给他 那是两个概念 不管他什么要求 首先帮他分析 你这个提的要求 是合理的 还是不合理的 让他自己感觉到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什么叫奴隶 什么叫不奴隶 这是基本 开始浅显的佛法的开始 对孩子就这么要培养他 不能宠他 又不能不理他 适度中庸之道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请师父解释正经济的概念 什么 正经济 正经济 一个没有去除执着 分别妄想的人 他的经济 何种情况下 算是正经济 又应如何防止 经济成为 不正的经济 而走偏 请师父开始 这个首先 对自己的经济的理解 要明确 无我利他 能够做到无我 你所有的经济 都叫正经济 很多人就是 碰到什么事情 都是我 我吃亏了 我为什么帮助你 我怎么怎么 有我的话 你就不能正经济 你要无我 全部都是为别人了 你说你连自己都没有 你说你心中 不是都是大家吗 你这种帮助大家的心 难道不是菩萨心 难道不是普度众生之心吗 难道这不叫正经济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始 我们墨尔本 公修组的三个问题问完了 在此预祝墨尔本 法会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佛友们 感恩大家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职方之三世一切 诸佛龙天护法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弟子代表上海共修主 有以下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对于陆世修行的佛友 很多都没有退休 有的还在打理自己的企业 往往因为处理不好修行弘法 和本职工作的关系 有些人会产生烦恼 该如何掌握修行弘法 与工作生意的平衡点 需要重点注意些什么 请师父慈悲开示 学六波罗蜜 好好地精进 努力 然后要有智慧来辨别 因为佛的智慧 你要好好先学会 佛的智慧 师父已经在白话佛法当中 把很多的佛的 很深奥的佛法 用白话已经讲了 每个人都要看 听得懂吗 多看 学智慧 学了智慧就能辨别 智慧不是说 从人家这里学来的 而是靠自己的悟性 悟出来的 那么怎么来悟呢 就是多学 多看 多精进 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二个问题 学佛过程中 是否每位弟子 对自己师父的信心 都是必须经过考验的 只有完全经得考验 而不生退心的弟子 才可能完全得到师父的加持和传承 这个都是从五祖六祖一直传承下来 包括达摩祖师 你看看传下来的很多弟子 首先尊师重道是最重要 如果你对一个师父都不尊重 你已经违背了尊师重道的这一点 一个人如果你连自己的老师都不知道尊重 你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尊重学校里的老师 对不对呀 你怎么可能学到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呢 所以尊师重道很重要 相信师父 相信自己的导师 这点很重要 就像相信自己的父母亲一样 必须要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改自己的毛病 有时候对别人相信 你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 你不相信别人 就会让自己失去对生活 对别人的信心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 心灵法门是以小成为基础 以大乘佛法救度 有缘众生未己任 自觉觉他 自度度人 行菩萨道 如所度之人不好好念经 是否会影响度人者本人 请师父慈悲开示 度人者什么 本人 就是我去度他 他就是他不念经 会不会影响我 本人 本人 就影响本人 对 就影响我们就好了 对不起 一般的来讲 你去度人没有度到 反而让他生起 嗔恨心 嫉妒心 不好的心 我告诉你的确会影响你自己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去度人 度不到你们会生气吗 有时候 这就是他的气场影响了你了 对不对呀 你去跟这个人讲 这个人反过来 对你不好 骂你 你生气了 你不是受到他 吃到他的恶气了吗 所以要妙法的呀 有缘则度啊 无缘 不是不度啊 先不要度 以后有机会 机缘成熟了 再慢慢去度他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逗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慈大悲 救苦逗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以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慈父 如金红台长 弟子代表 马来西亚逛学会 给师父请安 弟子有以下四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 无论是大德还是生贤 都教育我们要 仪态庄严 占有占相 坐有坐相 除了学佛人 有表法的责任外 仪态庄严的利益功德 可以不会这样理解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遍布虚空法界 还有其他无形众生 甚至我们不经意 看的书籍 图像 影视 经过的一些地方 都有可能是菩萨化身的表法 可能随时随地不经意 就因不恭敬的造业 如果我们能时刻 庄严恭敬 就可以避免 很多的造业 以上理解是否如理如法 百分之六十是对的 实际上庄严佛净土 一个人学佛的人 必须庄严 你看法师 他是为人师表 为什么叫法师 实际上就是他是表法的 明白了吗 他是给人家看到 佛陀的孩子是什么样的 所以现在社会上有些法师 做没做像 赞没赞想 他不能表法 他不能代表 佛陀的意愿 对不对啊 你看我们心灵法门的孩子出来 规规矩矩 你看你赞有赞想 对不对啊 他们做有作想 刚才师父慈悲开示 问题二 我还没讲完呢 问题二 你饿了是吧 就是说庄严 是会给人家引起 尊重你的心 你看菩萨庄严嘛 对不对啊 你尊重不尊重啊 看见菩萨 你为什么跪下来啊 对不对啊 你为什么这么尊重菩萨 因为他庄严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小伙子我看你也蛮庄严的 你现在可以讲饿了 刚才师父 问题二 请问此前德国癌症 目前全力的师兄 能够带领宫请菩萨吗 可能是 德国癌症现在好了 只要他好好精进修行 众生平等 他照样可以带大家 一起学佛修行 他的过去 不代表他的今天 刚才师父慈悲开始 问题三 去参加婚礼 是否能够穿白色的衣服 你去参加人家婚礼 能不能穿白色的衣服 对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 好 庄严一点 学佛人给人家看到 对不对啊 穿白色的衣服什么意思呢 西装 白西装啊 没有 就有 可能有的人会有 臂脊还是什么 这样子 会不会对对方有影响 这样 那当然不好了 人家结婚嘛 喜庆一点的呀 穿着白的 这不好的 听得懂吗 了解 喜庆一点呢 家里没衣服是吧 好了 刚才师傅吃费开始 问题四 有一个同修 做了一张 不锈钢的佛台 现在才知道 不锈钢的什么 佛台 佛台 不锈钢的佛台 对 那时候 现在知道不锈钢 怕地震 现在知道不锈钢 是属婴的 同修现在想在 佛台面上 加一块木板 再放黄布 再放玻璃 这样佛台能够使用吗 可以啊 没关系了 薄锈钢不是太多 又不是整个 都是薄锈钢的了 对不对啊 加点玻璃 加点木头在上面 对不对啊 对 比较柔和一点 阴阳相及 这问题不大的 不要这么忌尾吧 好吗 好 弟子的问题 就问到这边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师父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以及佛友们 谢谢大家 最后一助师父 摩尔本法会 圆满顺利 感恩 这种小伙子多好啊 对不对啊 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 对不对啊 师父好 你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菩萨 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 感恩 恩师 卢台长 弟子代表 多人多 共修主 向师父提以下四个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许愿给家人的药精者 炼小房子 在许愿的时候 时间内无法完成 可不可以和菩萨 讲一下 在原来没有完成的数字的基础上 再追加七张小房子 重新许完成的日期 会不会更好一些 就是要跟菩萨实实在在讲 我没有完成多少张 我现在请菩萨原谅 我将在几月几号之前 把这些念完就可以了 不要跟后面许愿的放在一起 明白了吗 第二个问题 怎样在第八意识 种下佛的种子 第八意识是很重要的 因为第六意识之后 进入了第七意识 第七意识实际上 它是一个分辨意识 分辨意识的话 就是说 当一个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你的意念 对这个社会感应之后 你进入你的脑海里的 这是第六的一个意识 人家说第六灵感 就是第六的意识 那么第七意识 就是分辨意识 分辨意识就是好坏 它在分辨当中 搞不清楚了 明白了吗 只有在第七意识 摩纳是 这个第七意识是摩纳是 等到摩纳是 你能够分辨出这是善的 你就把它进入 第八意识当中 阿赖意识当中 明白了吗 进入阿赖意识 都是好的东西 那么你 这个 第八意识当中 就储存着 能够接近 我们说 最后 这个阿摩罗氏的 第九意识的 这个最终点了 那么就是佛性了 那么你第八意识 都是善的 好的东西 那你 很快地就变成佛性了 如果你的第八意识 因为它也能接受 一些不好的东西 比方说 被人家害了 上吊自杀了 曾经怎么样了 进入了你的心中 你这个意识 很难去除 因为第八意识 阿拉意识 它很难去除 其他的意识 所以第七意识是 分别意识非常重要 到了第八意识之后 进入了 就很难去掉了 所以怎么样呢 好好地挡住 你的摩纳士 好好地增加智慧 用摩纳士的智慧 去分辨 第六意识 进入你 所有的外境 和外城的感官 这样你才知道 什么叫对 什么叫错 好的东西 全部储存进来 不好的东西 全部挡在 摩纳士外 明白吗 谢谢师父 第三个问题 师父在白化佛法 第二侧 你说我白头发 我没有啊 对不起 白化佛法 第二侧 白化佛法 第二侧 第三十一边中讲到 白活法 讲下去吧 好 谢谢 若悟空信法 无生亦无死 若悟空 就是你已经开悟了 明白整个人 生都是空的 有这么一个心法 心里明白 如果你知道 人生怎么办的话 无生亦无死 你会有 你会没有 生亦死的概念 无生无死 就是空 这就是菩萨的境界 我们在家居室 怎么做到 若悟空 信法 无生亦无死 自己都搞不清楚 还来问我 大概搞搞清楚 连问题都讲不清楚 还来问我 对不起 无生亦无死 实际上就是 反本回源 这个东西没有长出来 也没有 灭下去的可能性 一个意念 你没有生出来 你怎么要灭掉它呢 对不对啊 一个人没有坏意念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必要去灭掉 他的坏意念的嘛 对不对 无生无死 你今天能够 什么都想通了 什么事情 就像没有发生一样了 对不对啊 这叫反本归原嘛 无生亦无死 无真无解 对不对啊 就像一个人 我那天讲了 你要把那个佛法 真的讲到很简单 真的是很难的 那么我举个简单例子 就知道了 无真无解 对不对啊 你这个人 思维当中 没有去 有我像 那你也不要去除我像 对不对啊 你没有自私心 你也不要去 这个人从小就很喜欢 帮助别人的 你根本不要 去跟他讲 去减掉他的自私心 对不对啊 你这个人本来就是 很瘦的 因为你争了 所以你才要减 你争了 胖了 你才要减肥 你今天没胖 你要减什么肥 无真无减 我讲得够清楚了吧 谢谢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 师傅 师傅曾经讲过 开关后的三水化 五年内有效 那五年以后呢 怎么办 蓝色的三水化 贴在肠上五年以后 要取下来 重新结缘 新的三水化吗 如果需要的话 请师傅分别 从家里 你家里如果五年以上 一直在拜佛 你三水化用不着取下来 这个香啊 一直在续着 所以这个 佛菩萨的那个光啊 一直在续着 为什么要拿下来呢 对不对啊 这又不是汽车牌照 请问师傅 那如果是没有佛台的情况下 又怎么样呢 五年之后 没有佛台 不知道 加拿大的人要 多多地要念心经 你是多伦多的是吧 我是帮他们问 巴塞罗那 不是 因为多伦多的代表 他就是病了 你帮他问 好 还有什么 讲完了 讲完了 还有最后一个不好意思 也是关系到 那个蓝色的三水化 如果卧室里 添了蓝色的三水化 但是要在卧室里换衣服 会对三水化不恭敬吗 对换衣服的人有影响 三水化一看 哎呀你要换衣服 三水化不好意思 听懂了吗 谢谢师傅 对不对 山都低头 水都流走 感恩师傅 弟子代表 多人多共修主 欲助师傅 墨尔本法会 圆满成功 谢谢 你看 我就要孩子像他这样 讲了他了 一点没反应的 对不对 无我了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摸合萨 感恩 南无十方 三世一切 祝福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伟大的恩师师父 鲁金洪台长 这是我今天晚上 听到对我 最好的表扬 感恩法师们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更高我慢的 义工们 感恩你们 他不理我 照样讲 对不起师傅 你这是做得对的 对不起师傅 你这叫一门津津 对不起师傅 讲下去吧 你已经无我了呀 你也不管我了 对不对 讲吧 弟子代表 韩国共修主 有三个问题 请师傅 慈悲开示 哦呦 韩国来的 更妙人 他们很好啊 他们观音堂也有 他们很好 这些孩子 第一个问题 有同修 有同修经常说 自己是菩萨 经常用菩萨的身份 指责别人 还说是帮助别人 甚至在有些事情上 比他大的同修 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遭遭遇到他的训斥和指责 这些被他训斥的同修想 算了 不去理他 免得也会维持造口业 那么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怎样 如何地去 面对这项的事情 再次发生 请师父持悲开始 师父告诉你 好吗 你就跟他讲 你说你是菩萨 对吧 你的境界很高 对吧 现在呢 我们这里呢 都是刚刚修的 我们境界不高 我们还没到菩萨的境界 你在家里呢 好好地做你的菩萨 让我们好好地修 请你下次不要来了 感恩师父持悲开始 听得懂吗 记住一句话 这个就叫走火入魔 感恩师父持悲开始 你可以心中学佛 学菩萨 你不能自己说 你就是菩萨 台上有粉丝了 听得懂吗 第二个问题 请问师父 有关生日的两个玄学问题 有位师兄 杨帝生日和阴帝生日 都比较特别 杨帝生日是四月四日 多数都是赶在清明节的前一天 阴帝生日呢 是二月十九日 是拿摩大慈大悲 乖西音普色的圣诞 小时候 父母都给他过 杨帝生日 但每到生日时 他就发烧或难受 倒霉 后来长大独立后 自己就改为 过阴帝生日 甚至那天 也没有再发生 生病的不顺和问题 后来学习净土中后 知道他的阴帝生日 恰逢二月十九日 是观世音普色的圣诞 所以佛友们这一天都记着一起庆祝 但学习心灵法门后 听师父 听师父开示 对不起师父 在世的人不能过阴帝生日 他也不敢过阴帝生日 他几年 他就没生日 他这几年 阴帝生日和阳帝生日 都不敢过了 你看 但原来的佛友 还习惯每天为他庆祝 也不理解他 为什么不能过生日 请问 师父 以后能否过生日吗 如果是过阴帝生日 还是过阳帝生日 2018年 他的阴帝生日 恰好和阳帝生日 是同一天 请师父辞为开示 韩国到底不一样 那个是这样的 一般的都是过阳帝生日的 如果他这个生日比较特殊 他可以过阴帝生日 过阴帝生日 非常地崇敬观世音菩萨 好好地拜观世音菩萨 拜完之后 自己说 我今天能够有缘分 也是阴帝生日 跟观世音菩萨 缅怀观世音菩萨 对我们的慈悲加持 我们愿更好地发愿 精进努力学佛 就是这样 然后买个蛋糕 请大家吃吃 所以他过阴帝生日 没有什么关系的 阳帝生日的 这个时间 真的是鬼多得不得了的时候 明白吗 所以要避开鬼 好好地跟着菩萨 感恩师傅 十倍开示 感恩师傅 十倍开示 下去了 还有一张 把手机 没办法 对不起师傅 没办法 韩国是新开的共修会 所以多给他们一点时间 韩国的特点是什么 泡菜是不是 对 对师傅 这里边是臭得不得了 拉得倒蛮好 但是它里边放什么呢 放那个洋葱大蒜 哎哟我的妈呀 一开门外都闻得到 你们不要吃啊 你看他无我 他不理我 他照样找 这种人能上天 根本不管别人 就管自己修 他变戏吧 一会儿找不到 一会儿拿手机 一会儿把眼睛又带 拿出来了 对不起师傅 还有这位师兄 他祖父母分别在 不同年代 都是在他父亲的 阳帝生日那天往生的 此后他父亲 就没有再过过生日 这个情况在学习上 怎么解释 请师傅慈悲开示 你有生日没听到 你再讲一遍 还是这位师兄 他的祖父母分别在 不同的年代 在他父亲的阴历生日 那天往生的 此后 他父亲就再没有 过过生日 这个情况在学习上 死掉了过什么生日了 不是 他的祖父母 在他父亲的阴历生日 时候 阴历生日那天往生的 先后都是在那一天 他就不敢在这个时间 过生日了 他现在问题是什么 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么解释 这么说的 请师傅慈悲开示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解释 因为的确过去有的是 人家说是戒时还魂 有的 有一个人是真的 一个女孩子 她对婆婆非常不好 她怀孕的时候 一直跟婆婆吵啊闹啊 结果她婆婆先走了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 就是走了没多少时间 她孩子生出来 生出来之后呢 开始天天闹 而且很多要吃的东西 比方说做的动作 或者怎么样 她说越来越像她婆婆 可能她是当时一种心理的 一种感觉 但是这种可能性 的确是存在的 太生气了 我投胎 我也要搞死你 我要到你的做孩子 我来讨债 谁叫讨债鬼 明白了吗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 根本不要去顾忌的 没有关系的 过她的生日吧 没有关系 把她爷爷操头走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师父 我们韩国所有的弟子和佛友们 都非常爱您 想您 请师父慈悲 加持我们韩国的观音堂 和所有的佛友弟子们 让韩国的有缘众生 都能闻到佛法 都能来到我们韩国的观音堂 让我们的韩国观音堂 越来越壮大 让师父早日能来到我们韩国 开法会 感恩 感恩 最后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护中大广大理想 观世音菩萨摩赫河沙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恩师 卢金洪台长师父 感恩法师们 来自世界的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你们 感恩师父 真的很好 一个人一学佛 马上样子就变了 很文静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护中大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沙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菩萨借隆天护法 感恩恩师 卢金洪台长 感恩法师们 义工们 同修们 后学代表 救护三 湾区 公修会 给师父请安 有两个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问题一 成员 再来的菩萨 像观世音菩萨 急功活佛 还有师父 和很多历史上 在历史上 都 对不起 急功活佛 还有师父 和很多历史上 一些高层大德 在弘法中 都要在顶住格方面的 不理解和质疑中 坚守坚持 传授 指 人心 执法 受很多苦 佛法医治 都在 世界传播 世上 也有很多 学佛人 为什么 最大的压力 阻力 有时候是 自己人 或者 说同道中人 给予的 这是 这些 不是 对不起 这里是否 也以心因 和救果 的前世 冤结 有些许关系吗 还是 人间 要受的 有助于 开悟 正道的磨难 请师父 请师父 慈悲 开示 你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高僧大德 承愿再来 他们到了人间之后 被人家 比方说攻击 或者怎么样 是因为他的历史原因 就是比方说 他上一辈子的业障 所为 还是因为他 这辈子跟人家 比方说 必须要碰到的 太阳告诉你 都有 明白了吗 又有前世的 这种 没有化解的 愿解 还有就是 到了人间来 弘法 必定 有佛 就有魔 感恩师父 慈悲 开示 问题二 有的同修 很有福报 已经常梦到 佛菩萨和师父 一般不参加 共修 没有上间 和大家弘法 有的自己 度身边人 而有的就是 自己 修不度人 师父开示过 末法时期 一定要救度 终生 才能修成 请问师父 有福报 能经常梦到 师父 不度人 就自修 是否好好修 也可以修成 阿罗汉 而福报不够 也梦不到师父 和菩萨的同修 就一定要发 心 度人 才可能 有机会 脱离六道 请师父 慈悲 开示 我的妈呀 讲得我听得好累 我相信你的英文 一定比你的中文好 是这样的 你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 这个人能够梦在 观世音菩萨 实际上他跟观世音菩萨 一定上辈子有缘分 或者他是拜观世音菩萨的 明白吗 菩萨关心他 梦见他 或者跟师父有缘分 梦见师父也是很正常的 并不代表他梦见了 他就一定能够修成 明白吗 有时候梦见了 就是更加激励你 好好地修 你看观世音菩萨经常到人的梦里来 因为他有难了 因为他受苦了 因为他走偏了 菩萨有时候也到梦里来 孩子啊 徒儿啊 不要走偏啊 好好修啊 并不是代表你做梦做不到 你就是跟菩萨没缘分 你就代表你修不上去 记住了 梦见梦不见 这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景象 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过程 这是菩萨提醒你 或者你跟哪位菩萨有缘分 只是菩萨提醒你 在修行路上 必须更加地精进 知音懂果而已 并不是代表 能够验证你 能不能上天 能不能超脱六道的 一个基本观点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很多通灵人 很多法师还看不见了 通灵人还看得见了 你看很多通灵人不都下去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一脸无辜的样子 旧金山来的 我看你赶快去逃进去吧 你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感恩大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法师 义工师兄们和同修们 请师父保重 旧金山的同修 想念你 他们对师父很好的 旧金山我好久好久没去了 好了你可以下去了 感恩 谢谢 请师父 你好 你好 感恩南摩大师大悲救苦救难关的灵安光世音菩萨 感恩 慈悲 感恩 感恩 慈悲 如中师父 感恩 慈悲 你索性念经好了 慈悲 你索性念经好了 感恩 慈悲 吴师父出的 义工们 感恩 参加法会的所有 朋友们 第一次代表广东 共修会 问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 开始 第一个问题是 我一定会好好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是 有关度人的问题 现在有一些师兄 感觉自己工作生活等各种不顺利 一方面会忏悔自己业障深重 同时又很想多做功德改变现状 师父曾经开始过 度人功德很大 于是度人成为了很多师兄 心目中做功德 消业障的最佳途径 甚至开始不分场合 发誓度人 请师父慈悲开示 对于这类急于度人的师兄 我们应该如何帮助 能让他更如理如法去做功德 你怎么知道他不努力不努力 对不对 大家是抢着去度人 首先想度人就是学菩萨 就像我们想做好人 做好事一样的 想制作菩萨 对不对 庙开在那里干嘛的 就是让人家去学佛的呀 人家不去你就要跑出去度人 一样道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是等于 帮助全世界的有缘众生 让人家学佛 让人家念经 对不对呀 对 发誓只是一个方法 这是个妙法 什么叫如理如法 就是说要因地 因地 明白了吗 在因地 就是说自己在适合的 适合的地点 适合的地方 如理如法就是说 人家同意的就可以 或者你可以在网上 你可以在电话里 你也可以在QQ群 都可以度人的嘛 对不对呀 对 所以妙法 怎么样能够如理如法 就是说要 要遵纪守法 要如理如法 也是遵照当地国的法律 然后呢 能够尽量地 尽自己的心 去帮助别人 去度人 度人的功德 真的是比其他的要大 你吃素的功德 怎么可以跟度人的功德比呢 我今天吃顿素 哎呀 功德无量啊 明天再来吃 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莫希望我讲的话 你能够听懂 感恩师父 问题二 现在有一些同修参议 和帮助红法 例如饭生 素食宣传等增多 加上自己工作 和家中 老小需要照顾 每天时间都特别紧张 很多时候 功课都无法完成 更谈不上经文组合 偶尔会出现一些状况 会觉得自己的经文 念诵实在不够 比较苦恼 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何调整 能使这些师兄 可以更好的红法 需要发大言吗 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自己如何修 比方说你觉得你的劣根性很重 我很难改掉我自己身上的毛病 这个时候最好是好好在家里先念经 自度度人 你先把自己度好了 再去度别人 对不对啊 如果发现自己很多的毛病 改不了 自己根本无法先好好的修 你怎么去度人呢 像这类我们的还没有修好的佛友 应该在念经 念小房子 宵夜的方面多用功 如果觉得自己有时间 已经放下很多了 除了自己念小房子 念经之外 我还有更多的能力 我比较会说 我比较像三藏法师一样 能说能写 对不对 能研究理论 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出去度更多的众生 实际上并不是绝对让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样 根据自己的情况 先救自己 有些人喜欢在家里自修 关门 他也能修到阿罗汉国 对不对啊 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节 并不要对某一个人 你必须出来 你必须出来度人 不一样的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节就可以了 这就叫妙法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问题三 现在有一些师兄比较害怕悲业 师父终述节目中也有一些 因为悲业而业战增加的案例 所以谈悲业色变 甚至会有一些 在其他法门看来比较奇怪的行为 请问师父 能否有如下理解 一 业力也是无缘不来 终归是自己业战 二 观世音菩萨和师父慈悲大家 让大家开始学佛修行时 以自修为主 当时到后来修行大乘佛法 或者说试验救度众生 测为众生悲业是必经之路 请师父慈悲开始 要帮助别人一定会悲业 你想想看 菩萨下来帮人都会悲业 听得懂吗 你说说看一个人帮助别人 怎么可能不帮别人悲业 你比方说你妈妈去帮助孩子 妈妈也会帮孩子悲 对不对 教育孩子有时候孩子犯错了 你妈妈跟爸爸跑到学校里 要跟老师对不起 我们没有教育好 是不是要悲业 对不对 很正常的一个道理 所以你要走出这一步 去帮助别人 你一定会悲 只是很多母亲 很多父亲 根本不怕为孩子悲业 我也要帮助孩子 就像我们如果境界高了 我们为了帮助全世界有缘众生 我们不怕悲业 我们就是要救度他 这样的话 你的境界提高 你的功德就大 所以你说一个人去救人家 人家掉在水里了 你下去游泳去把他救上来 你说你悲不悲啊 你至少喝几口水吧 说不定还要被那个 掉在水里的人 抓着脖子和掐着手呢 对不对啊 就是这个道理 一定会付出的 所以呢 救人不要怕悲业 教你一个方法 悲了之后 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今天 有愿力 我要救度众生 现在我有点悲业 我觉得自己有些业障 请观世音菩萨 帮我消除 我可以告诉你 这种求法 很快地观世音菩萨 马上就帮你消掉 因为不是你自生业 而是你帮助别人 行善积德 有功德 得来的一些业 菩萨马上帮你 杨师傅 你说要是这么大家都背的话 师父第一个背了 上千万人的业 你说我还活得了吗 说不定你们现在听 讲话这里没人呢 就听声音了 听得懂了吗 你一定要不要太担心 这不会背 杨师傅 你一定要搞清楚 地址的问题问完了 地址代表广东共修会 祝师父身体安康 身体安康 身体安康 祝墨本的法会 圆满成功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 师父救度众生的恩师 感恩大家 感恩法师们 有时候对孩子们 有时候讲讲他们 一点反应没有 这个人就是境界高了 不会斤斤计较 一般的人呢 我告诉你 真的 我今天坐飞机啊 就是这样 坐飞机一个人 坐在我边上一个戏人 对不对啊 你看看看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我的行李比较多 在放的时候 他等了边 他等了一会儿了 过一会儿 坐在我里边的时候 就把东西碰一放 自始至终就不理我了 你说气量小不小 那我呢 还是气量很大 因为人家发 每人在飞机上 不是发那种花生啊 这种东西吗 就是我喝杯 那个 那个 然后呢 他也喝杯 我就给他一包 我要了两包 我说这给你 I don't want 我的妈 长得这么高啊 气量这么小啊 我没说你啊 请你说吧 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 十方三世 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 恩师 卢君洪台长 弟子代表 洛杉矶 共修组 提问 请师父 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 如果A与B 发生争执 而导致 A打伤了B 我们怎样分辨 这是A今生 所造的新业 还是B 因前生造业 而承受的果报 请师父慈悲开示 A打伤了B 就叫B 把A送到警察局去 我告诉你 任何事情 都是因果报应 但是有的 因果报应 在人间不能讲的 你说你今天打了他了 你说这是因果 人家把你扭送到警察局去了 听得懂吗 你这是在造新业 旧业来了 你也不能造新业 你这个业就 亡了 听得懂吗 就像很多人一样 上辈子 你老婆是一个男的 你是她的老婆 你是个男的 对不对啊 你打他 这辈子你变女的了 你老公打你了 你这个打来打去 叫奄冤相报 何时了啊 你今天就是这个冤来了 你不能延续他 你这个业就没了 明白了吗 不能说我今天打你了 因果呀 活该呀 上辈子你搞我啊 我打爆了一个头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落汤鸡讲下去 请问师傅 若父母用自己的钱 给孩子买房子 会消掉孩子的福报吗 会的 那是给他 要看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 如果杀生的话 孩子还会备业 一般的孩子有点福报 如果爸爸妈妈 给他买房子的话 一定会让孩子 这个福报会有损的 你去看好了 过去很多古时候 那些有钱的人 他的孩子 从小生出来有钱 有名有利的 结果你看孩子 都是大多二雕 傻傻的 什么都搞不清楚的 明白了吗 福报没了 没有智慧了 听得懂吗 那就是让孩子自己买 因为现在很多父母 都给孩子买房 你不要说 完全让孩子自己买 你帮他付个手期嘛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手期付完 让他自己供 对不对啊 他有能力 你培养他能力 你为什么全部 把他弄好啊 对不对啊 没必要的嘛 你自己留一点 等到实在 他真的供不出来了 你再帮他供后面 他还感恩戴德了 你跟他买好了 他觉得你应该的 你爸爸妈妈 本来就要给我买的 谁有智慧啊 对 师父 人家都说你不说 下去啊 师父有智慧 对 你说的这个方案最好 我跟弟子开玩笑 想吧 请问师父 用自己的钱 去帮助兄弟姐妹 投资项目 不求回报 这个是前世欠他们吗 若投资给朋友 收不回来 也是前世欠这个朋友吗 请师父慈悲开始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消除自己心中的烦恼 听得懂吗 不一定的 有的就是造性业 因为你跟他 这辈子有这个缘分 但是你投资了 你拿不回来 因为当你想拿回来的时候 你不会说 这是因为我欠他的 等到他说 没钱了 拿不回来 投资失败了 那个时候你说 哎呀 肯定我上辈子欠他 那叫阿Q 听得懂吗 所以怎么样来区别呢 从小 这个妹妹跟你就是 一直在问你要钱 你不停的就想给他 不停的在帮他 那就是你真的欠他的 都没关系的 但是哪一天她说 哎呀姐姐 我来给你投资一个 这个就是新业开始了 你给他了 被他骗走了 下辈子 你又会骗他了 听得懂吗 那有的他是 比如说他是亲子妹嘛 有的他是发心 他因为是亲戚嘛 他就发心 想帮助他 不求回报 这一种呢 很好 这是家庭式的互助友爱 家庭对 互助友爱 跟佛没有关系 又不是大慈大悲 你大慈大悲 给大家吃素啦 请大家 今天晚上我们结束之后 你请大家一起去吃素去吧 每人来四个汤圆也好啊 台长经常在观音堂之后 开完市一两百人 每人四例汤圆 对不对啊 那是家庭式的 互助友爱 那不叫慈悲 明白了吗 和那个业力没有关系 和谁欠谁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只是一个新业和旧业 那是轮回 新业和旧业一直在轮回而已 那他投资他说明 他还是欠他 是这 是这 那要看图腾 如果看图腾 他姐姐真的是 他妹妹欠姐姐的话 那就是轮回关系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拿不回来就没办法了 拿不回来 学佛人只能说 哎呀我欠他的算了 对不对啊 谁叫你了 这样给他的了 明白 就是他本人的大概 还有一个就是 搞不清楚的一个灵性问题 就是灵性会不会跑到别人身上 就是有一对夫妻 他太太学佛 先生还没有学佛 就是太太的腿疼 先生腿不疼 太太通过念经学佛 他腿不疼了 可是他的先生开始腿疼了 他先生就问 是不是你的腿疼 跑到我的腿上了 是不是这个灵性会跑到他腿上 你要记住 任何灵性上一身 跟你们家里一定有关系 这太简单了 你把他念经了 因为你念经把他超度走了 有些灵性跟你的缘分比较浅 你欠他不多 他灵性弄完了 他跑了 但是你先生一定也欠他的 否则你们怎么会服气呢 跑到先生身上 完全有可能 听得懂吗 那他先生原来腿也不疼 原来干嘛 他先生腿原来不疼 疼了吗 先生也念经呀 你看他再跑 跑到孩子身上 不会的 跑两个不差不多了 明白了吗 那就是他太太的跑到他先生上了 对啊 是这意思 你试试看 他先生念掉了 他先生保证腿又不痛了 他太太不念经 马上又回他太太身上了 所以叫小鬼难缠 真的 请问要得罪 人家说得罪大的 也不要得罪小鬼 你现在在公司也是的 你得罪一个小鬼之后 他搞死你了 真的 很多人出事都是被下面人搞啊 现在还不懂啊 所以对人和开可轻一点 对人家都笑笑 又不要花钱的了 这叫微笑不失 好了 洛杉矶 共有组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预祝法会圆满成功 感恩师父 感恩拿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师 卢君洪台长 弟子代替阿德莱德 澳洲阿德莱德 请教师父 三个问题 请师父慈悲开示 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解节咒的问题 之前师父在佛学问答里面 有开示过 如果对方的信仰不同 最好不要给对方念诵解节咒 但是生活在海外 在公司里面与上级的关系 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朋友相处中 难免会需要念诵解节咒的时候 那么除了自身的角度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 看待事情避免矛盾的产生 那么可以念诵解节咒来化解冤结吗 如果可以的话 需要提前跟南京菩萨沟通吗 感恩师父 是 跟南京菩萨讲一下 然后再念解节咒 会好很多 要念的 不念不行的 不念解决不了的 现在人跟人的矛盾 非常非常的难弄 明白吗 明白 感恩师父开始 第二个问题是 最近在听节目录音时 发现有很多同修 修得非常的精进 有一些同修有出家的念头 但是由于每一个人的业力 和因缘果报的不同 一些同修出家的缘分没有到 但是等到出家缘分到的时候 年纪会比较偏大 请问师父 出家的时候会有年龄上的限制吗 感恩师父 好好修 干干净净 不造新业 出家 不分年龄 感恩师父 第三个问题 有一位女同修的额头上 长了一颗黑色的痣 点掉之后又再长出 在哪个位置了 额头看得见不了 看得见 然后重复几次 几次还是继续地长出 请问一下 从玄学的角度 有什么可以解释吗 这样的反复情况 如果不可以借助医学解决 可以从学佛念经的角度 帮忙改善吗 感恩师父 就是说给人家看得见的 是不是 是 看得见的 一般的 从医学上来讲 就是皮层 就是表面的皮层的细胞源 增长得不均匀 所以血月每次流到这里的时候 这里就会比较多 它就慢慢慢慢就会形成个小黑点 血月循环 内分泌失调 晚上睡得晚 人的脸上身上都会长出来 还有很多人生气 发脾气 也会有这些东西 像这个是生理上的来讲 但是你从学学上来讲 就是说脸上只要长东西的话 一般都是有一些不好的灵界 小时候吃活的东西太多了 脸上也会长这些东西 那么好好念往生咒 然后一边念往生咒 一边要吃清淡一点的 多吃一些解毒的东西 比方说良性的 黄瓜 丝瓜 海带 防止甲状腺 这些东西对它都会有好处 然后每一天至少念 四十九遍往生咒 时间长了之后 天天求菩萨 我希望这个淡一点 淡一点 然后脑子里经常想 这个淡了 淡了 淡了 你每一天看看淡一点 淡一点 真的 时间长了就会很少 会很淡 感恩师父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感恩师父 预祝明天的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 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在座的每一位佛友 趁这一个宝贵的机会 给阿德莱德打一个小小的广告 阿德莱德是一个非常干净漂亮的地方 是一个小城市 希望不久的将来 可以邀请大家来阿德莱德开法会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君洪台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卢君洪台长慈悲 心细悲苦众生 今天特别安排为两位重病的佛友 看图腾 让我们再次感恩尊敬的师父 卢君洪台长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护救难寡达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河沙 感恩卢君洪台长 我这次是跟我太太一起到墨尔本来的 我是1961年的牛 你想看看什么 我想请师父自卑给我看看 我右边的腮线 我今年9月26号长了一个瘤 开了一个刀 化音结果是高度恶性 但是我们两个人都很坚信 有一点点扩散 有一点点扩散 但是我们很相信心灵法门的真实不虚 所以我们也没有 你过去活的东西太多了 对 我已经几年了吧 从13年开始不吃 但是过去杀业很重 明白吗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1年属牛 有一段时间很好啊 事业也不错 对 你现在许愿吃全素了是吧 对 你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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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第一呢 要控制好 这个饮食 好吧 第二呢 我看你呢 这个肠胃啊 还是有问题 有点黑气 而且你的前内线也不好 对 小便很不好 你这个人呢 很聪明 很聪明 你也做了不少好吃 帮了别人 但是呢 你有一个称恨心 很重 一直在心中 因为有人害过你 就是害了你 骗了你很多 钱 就是说这个人 你必须要忘记他 这个人是前世 你欠他的 我讲话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相信 菩萨已经在保佑你了 你大概还要好好地自己 最好自己念八百六十张小房子 我已经许愿画八百六十张小房子和一万条鱼 一万条鱼已经放好了 看师父还要放多少鱼小房子 你就是选了这个八百六十张可以的 取了这个八百把它念掉之后会好起来 但是你真的不能再嗔恨 好的 好吧 你这个包袱心太重 太常讲话 你不要介意 人家对你好 你是很好 对你不好 你真的很恨人家 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没有必要的 听得懂吧 好的 好吧 还有那小脑筋少一点 明白吧 这边上是你老婆吗 是的 好好忏悔 你这个过去 外面有个女朋友啊 虽然没咋地啊 但是也不咋地啊 好好忏悔啊 听得懂吗 好的 太常 你叫我看 我没办法 你叫我看的 我看见了 干瘦 我不想讲的 听得懂吗 身体要当心了 还有腰也不好 对 你现在几岁啊 我帮你看看 你这个爆发点是在几岁 大概 现在61年56岁 现在这几年没问题的 死不了的 到59岁的时候 当心点 一个结 好的 好吧 这几年不会死的 你放心好了 但是不要做坏事 好吧 你做坏事 我保不了你 你小时候啊 你们家里供过观地菩萨的 所以观地菩萨已经在关心你了 听得懂吗 好的 好的 那时候我们没有尊医组和放疗和化疗 但是用三大法宝应该可以 没问题吧 你化疗必须大概是四次 四次 四次 四次之后就可以停掉了 因为你现在有一点扩散 好的 明白吗 如果你要是念经验的好的话 再放学生的话 可能两次就可以了 但是必须要做的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现在这个医生 对你还是很关心的 对的 我看他跟你私人关系也不错 对的 对的 完全正确 感恩师父 感恩 好了 那放疗还要做不做 可以暂时不要做 跟医生讲一下 好吧 好 感恩师父 没有扩散了那么多 死不了 三年当中没问题 好 感恩师父 如果我明年来 你还可以来看我 那我一定 以后跟师父 成交法会 红法的话 以后就没了 身上续胞都不在 感恩师父 不要欺负你老婆 好的 听得懂吗 你老婆很老实的 傻傻的 你随便评评她的 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 你以后增长点智慧 听得懂吗 你们过去嘴巴是画太多 她是觉得你有点讨厌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画少一点 对她好一点 她也是不容易 对不对 自己弄得干净一点 不要弄得拉里拉他的 她天天回来看你拉里拉他的 就看人家好看了 听得懂吗 弄得像老太太一样干嘛 精神好一点 没办法 像台长一样 你看看上去像十八岁 好了 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 她很好 她有缘分的 她在天上 天上有过文屈心的做过 有意识 所以她有官运 而且她还有财运 都有 只是她自己上辈子 一些冤结 还有这辈子 没有好好的媳妇 我讲话你听得懂了吗 好了 下去吧 这几年属什么的 九九年所吐的 哎呦 脑子出问题了 智商 是 听得懂了 我讲话对不对 对 再想一想对的话 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身上有一个男的灵性 趴在他身上 明白吗 是 他经常 自己会自言自语的 对 他也会 他也会 有时候会笑 自己一个人笑 不是他自己笑 笑出来 有点傻傻的 是鬼笑啊 明白吗 他会有幻想和幻听 幻听 就是幻想幻听 全部那个鬼给他的 他就一怀有 一怀没有 对啊 他就笑起来 是突然之间的 对 是的 鼓掌 我已经给你们示范了 你们都不给我鼓励 还有什么 那他这个灵性 就是他自己说 一怀说有一个 一怀说有两个 那他 两个啊 他自己说 一怀说有一个 对了 两个在身上 一个经常 弄他的脖子 所以他的脖子经常 听得懂吗 对的 那这个灵性 他到底是在房子里面 还是在他身上啊 身上 都是身上的 一个弄他的腰部 肠胃 大腿 所以他这个腿 现在有点瘸走路 嗯 对 有点 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 好好去吧 这孩子蛮可怜的 那他 其实他是个很好的孩子 而且他对家人也是 他是闻的不是舞的 对 他很善良 如果是舞的话 他就打了 对的 他是闻的 对 这灵性在他身上是闻的 他很善良的 嗯 很善良 弄他的鼻子 弄他耳朵 他尽量扣耳朵 扣鼻子 我告诉你啊 还经常弄他 你看他长这么大了 经常叫他小便 有点实劲 是 现在你给他 我现在跟你说 你要给他 从现在开始 还要念七百二十张小房子 嗯 已经帮他念了五百多张了 再念七百多张 七百多张 七百二十张 好吧 好的 还是能救的 没什么大问题的 叫他把头发离得 稍微离得干净一点 好的 好吧 嗯 这个灵性晚上搞搞他 对的 跟男的 一到晚上就来搞他了 鼻子 啊 明白了吗 他现在好 就是念了五百多张 好多了 以前 好很多 他以前 他会伤害自己 现在他也会有 但是他会跟我 跑过来 会跟我说 你知道伤害自己是谁吗 不是他自己伤害 那个灵性伤害自己 对对 凡是灵性恨他的 上辈子他欠人家的 负在他身上 就是要打自己 然后呢 就是伤害自己 对啊 他打了那个血流的 都叫这部车的 对啊 就是这样 而且他不知道痛的 这 对对对 而且嘴巴里还讲 那讲不清楚 是 明白了吗 所以不要欠人家了 上辈子欠 这辈子全部要还的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那他还要念七百二十张 对 然后其他的呢 先放五千三百条鱼 哦 我已经放了八万条了 然后再放 再放五千条 八万条啊 对 还要放 还要放五千条 好 谢谢 感恩师傅 还有啊 你把你们家里啊 你们家里佛台啊 这附近啊 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 古代的一个什么 挂件也不知道 放在那里的 一个东西要请走 哦 对的对的 一幅画 一幅画 一幅那个 很 很 我先生很喜欢的 一个油画 那个就是 古古老的那个 挺走啊 很喜欢 又不值钱的了 那上海的那个佛台呢 你在上海的那个佛台啊 上海 你说的这个墨尔本的 我知道 它有一个 对啊 我说墨尔本的呀 那上海的麻烦师傅 再看一下我那个佛台 上海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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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佛台可以啊 靠窗了嘛 谢谢 现在菩萨不去啊 现在菩萨不去啊 八点钟上 好吧 因为他要上班 八点钟必须出门 那就叫他六点钟上 准点是吧 六点八点菩萨准道 好的好的 这是菩萨告诉我的 好的好的 一般在早上家里 六点八点菩萨准道 对 我来墨尔本了以后 我墨尔本的是整点的 找整点玩整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一定要 他上海不准失 而且有时候忘了 OK 那里是个谁啦 是你的谁啦 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 刚刚毕业回去的 她今天去放生了 跟你长得很像啊 对对对 脸是炎炎的 是是是 好了 谢谢 好吧 好好努力 放孩子念了 念了现在会 已经好了 我知道好很多啦 他已经很武的 会打自己 已经好很多啦 现在他不会打自己了 他就是他有幻想的时候 会跑过来 打你 不打自己打你 没有没有 好吧 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 我告诉你啊 这个孩子如果好了之后 稍微有点后遗症 后遗症就是说 以后反应比较慢一点 其他没什么 他吃药的 那还要吃药吗 师傅 你看他病越来越好 跟医生商量 商量 减量 现在已经改了一点点了 就是减下来 已经好很多了 对好很多了 就是念到四百多章的时候 突然之间好很多的 突然之间好很多 这个灵性本来是整天在他身上 四百多章的时候 他就是晚上来 白天不来了 所以人就舒服很多了 对对对 我看他轻松很多了 对 好吧 小便的时候经常搞他 对啊 小便的时候我告诉你 经常搞他 他就是一段一段的 他会一段会连着小便 转一会转一会转 而且在那里人斜着发抖 对我对他去看过医生的 医生说他小便没什么问题 医生看得出灵性病的 医生们看肉体病的呀 灵性病们我看的呀 明白了吧 小弟要好好修吗 小弟 跟爷爷 好好修吗 你看 点头都看见了 小弟合合掌 我就是要 要师傅加持 合掌 要加持他要念经就好了 他 我们两个人在 加持了 我现在加持的就是 那个腿和腰 你去看看 待会走一走 这个腿就不缺了 感谢师傅 你问他 腰热不热现在 小弟啊 腰热不热 这里 腰热不热 好了 好 好好念经啊 穿着红衣服 你还不够努力呀 听得懂吗 谢谢 感谢师傅 我一定会 看见台长就穿红衣服了 一下去忙 很老样子了 你脾气很倔的 听得懂吗 你这个孩子 我告诉你 这个灵性上升的话 受伤的话 跟你 你跟你老公 两个人老吵架 有关系 听得懂吗 因为你的老公的事情 刺激了孩子了 那灵性上来了 我讲话你听不懂啊 我什么不知道啊 你让我看的 也不是我要看的 好了 下去吧 好了 谢谢大家了 让台长休息休息啊 明天还要开法会呢 谢谢大家了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 明天见 看见你们 这么好 台长非常发喜充满 这么多老朋友都来了 海外来了这么多佛友 台长非常开心 我跟你们说了 不要等到医生说不能看了 你们再来找我 早点找我 不要等到医生宣判死刑了 再来找我就来不及了 早点听台长的话 一定不会得癌症的 到死的时候的癌症 什么钱都没有用了 听得懂吗 好好努力啊 好了 谢谢法师助持 谢谢大家 好了 明天见了 再见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 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